好 这次开播 刚才没缓过来 这个刚滑烂 吃大碗面的上月 没事吧 五花肉 为什么喝汤呀 这个汤老鲜了 老兄们 这个汤吃那个羊水 老鲜了 比鱼汤还要鲜 剩的那一块是 是它的开盘 不能吃的有点硬的 这块有点硬的 是羊脑 好的 拿个羊脑 带个香料这儿 有点黑一会儿今天羊脑 这真的很香 里面是羊脑的 外面是羊的肚 羊肚子吧应该是 羊脑就是羊肚子 这一块是很筋道的 拉丝的 拉丝的 羊的胃是吧 羊的胃是吧 我没听错吧 帖子 不是 我没看错吧 帖子 包羊粑 包羊粑干什么 就是包的脑子 不是羊粑 平常是包粑的 包羊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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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粑也可以吃吗 包羊粑 你们想吃点大螺吧 大螺是什么老天 他说的不是包羊分 是包羊的 就是食物 吃的草呀什么那样的 是吧 包食物的 就是羊吃的东西 一般都进到羊肚里去了 是吧 但是他没有转化成粪便的 无需担心 羊肠才是 才是包粪的 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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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汁越来越烫 先量一量 来个大喜尝 每天都有几货 买的多了 吃吧 吃吧 啥也别浮 啥也别闹 吃吧 点点小红心 宝宝们 光吃都卖货呀 卖货呀 等会儿吧 老家 来到回客 挣钱挣拼命 小家靠正 大家靠拼命 这个穴啊 穴是猪血 里头是猪血 吃多了 还好吧 多产度 吃的很正常 这一块有点腻 嗓子眼怎么练大呀 嗓子眼怎么练大 是吧 那我交给你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嗓子眼练大 没有意义 我们是练大 无意之中练成的 好吗 无意之中练的 慢慢的就大了 你们没必要练 放放吧 老天 有点凉 西葫芦没蒸吗 今天 有点凉 等会儿吃吧 这绝活 声音太大了 不好意思 这个甜品叫啥呀 这个甜品好像叫桥巴 我不知道为啥叫桥巴 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海贞王里的是吧 海贞王里的 没看过 这个也有点烫 先量一量啊 看来个肘子皮吧 肘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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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一绝活 一般不轻易展示的 展示的时候 一般都是有十个穿衣店的时候 今天这么人这么多 都大家都来捧场啊 都来看小鱼 感性 老天 嗯 城门后外 给大家两个肘子皮 这是一整个肘子皮 也不是一整个吧 差不多 这里还有一小片 就来这些吧 挺喝水似的 啊 就这么简单了 你们啊 就这么简单 吃溜一下啊 喝了个肘子皮 真的 就像这样 嘿嘿 嘿嘿 不需要牙 要什么牙 每天晚上都吃这个牙 嗯 对 每天之后都有走的 这椰子好耶 没关系 想念出 白天吃东西吗 吃了 白天我接孩子饭吃 接着孩子做饭 有时候不想做的时候 就带孩子出去吃 今天 我儿子想吃寿司了 所以说给他 给他 他点了个寿司 嗯 我儿子能吃吗 我就点 我都点个双人餐 点个双人餐 他又吃不完 单人餐他不够吃 双人餐他吃不完 剩下的我就吃了 吃的少没多些 还得给孩子做饭对的 中午的时候 给孩子做饭 我做饭一绝了 什么菜都是西红柿鸡蛋味的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西红柿鸡蛋 但是他我一说你吃啥呀 儿子想吃什么呀 西红柿炒鸡蛋 我说你不能天天吃西红柿炒鸡蛋呀 你可以在西红柿鸡蛋里面加点菠菜 嗯 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然后他就很喜欢吃那个里面那个菠菜 西红柿鸡蛋里的菠菜 那也不能天天吃菠菜 哎 我又研发了一种菜 就是西红柿鸡蛋里面再加点蘑菇 再加点蘑菇 嗯 然后我再想想 再研发一点别的西红柿鸡蛋 然后再加点黄瓜 或者加黄瓜 或者西红柿鸡蛋 加这个西红柿 哎 也行老天妈 什么菜都是西红柿鸡蛋味老天妈 哎 老爱了 加胡萝卜 对 这样子孩子就爱吃 你没招了老天妈 咱不得想办法吗 嗯 加西南瓜 嗯 这个主意不错老天妈 哪天可以试一试 嗯 孩子长大了就是说 嗯 我妈妈做的菜非常好吃 都是西红柿鸡蛋味的 到长大了之后一吃别的菜 哎 这个西葫芦是这个味道的吗 难道不给不是西红柿鸡蛋味的吗 哎 好 非常好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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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豆腐也好吃是吗 嗯 儿子多大呀 嗯 八岁了上二年级了 嗯 吃西葫芦的 好的 加点土豆 豆角都行 对 西葫芦鸡蛋我感觉可以配一切 真的 嗯 嗯 水水好吗 嗯 还行吧 第一排 脚桌下面那个位置 好 重点关注对象 嗯 重点培养对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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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老铁 你看老铁都会 都拿啥 嗯 哎 知道我吃你吃肉吃你了想看我吃西葫芦姐姐你好嘞 这西葫芦真足的哈 嗯 里面水不浪当的 有点烫 嗯 稍等一下啊 这个凉了先热热 服了 嗯 嗯 嗯 按个排位还是按成绩 我也不太清楚了 不太关心这个问题 孩子学习方面 其实我不太关心的 我也不愿意辅导他 我的耐心有限 嗯 我想做一个慈祥的母亲啊 等他长大回忆起来的时候 妈妈很温柔